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下午好 又再是我 今天呢 就要live教大家怎样煮 槟城的附件面 OK 首先 首先你要准备的材料有几个 主要的材料先跟大家讲一讲 有1kg的虾 要去壳 壳不要丢掉 然后 港公 米粉 面 还有 拉圆 鱼饼 猪肉 冰糖 生光 就这几样 15条的辣椒干 OK 15条的辣椒干 放水 淹过 或者是 差不多靠近1L的水 去煮 煮一个15分钟 把那个辣椒里面的肮脏啊 不干净的地方全部洗出来先 OK 你看辣椒煮好了 我们就 呃 跟它过滤一下咯 过滤把那个 要的和不要的 分开 OK 看我们的这个 Mitting basket 极好用 然后慢慢过滤完 OK 然后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咧 当然是虾咯 虾要先帮它处理好 分开虾壳和虾肉 and then呢 我们也是需要 嗯 葱头和蒜 这个是要跟辣椒一起打的 然后另外你要把那个 呃 你另外要做一 呃 一碗的榨虫 OK 一碗的榨虫是 呃过后要把那个 你吃附件面的时候 要把它撒在你的附件面上面的 so 你可以事先准备那个榨虫 and then 这些等下是要跟辣椒一起打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虾和 呃 壳分开 ok 然后这里呢就有刚才我们 洗好的辣椒干 ok 先把那个 那个辣椒 瓷干先 boh也要干 然后 把这个辣椒干放进去 ok 然后 这个葱和蒜 然后一把虾米和那个 那个 啊 boh也要大概是一寸 ok 就blend 然后把它煮 煮 一个十分钟煮 那个 下面的辣椒好鲜 ok 煎了虾米 试试 我现在就加boh也 差不多有 十克这样子 十克 然后我就要blend它了 ok 然后我用一分钟 煮食 blend好了辣椒呢 就加100克的油去爆香它 爆到它出油 ok blend好了辣椒呢 哇 好香 so这个就是 虾米的辣椒 ok 加了油爆香 一个十分钟 ok 它在爆着这个辣椒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准备其他的东西 ok so我现在就 帮这些虾去壳 破衣 so其实是很方便的 你看我们用着 这么棒的机器 so我在这里 拔虾 它就在那边 帮我煮辣椒 我甚至还可以看电视 然后 下壳也把它 去掉我们只剩虾肉 ok 然后由于时间的关系 你也不想看很很闷的live 所以呢 我们就剪短 ok so这个虾壳 等一下会教你怎么样处理 我们要把这个虾壳呢 全部呢 去烤过 烤过了 再来熬汤 它的汤呢 就会很甜 我没有肉了 不然我要做烤肉 不然我要做烤肉 so到最后我的 这个 附件面 是配上烤肉的 哇 那就好吃到 不会说了 so你买 其实你买1kg的这个虾呢 做虾面 其实就刚刚好了 很方便 看 所以呢 指甲都可以涂美美来煮饭 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是用传统煮法 可以 你也是可以煮到的 但是 你就比较麻烦了 你哪里有 像现在这样 煮着辣椒 你还可以薄一下 可是 煮着辣椒 你可能就是要 放在那边去 搅那个辣椒 对吗 科技带给我们方便 不要用它呢 就啥 是不是 你可以说它贵 但是贵 一分钱一分货 对吗 给钱买方便 ok 像我所说的 3310也是可以打电话 为什么你要用 手机 坐巴士也是可以去到 你的做工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 你要买车 对不对 为什么要买车呢 因为 方便咯 扫地 用扫把也是可以 为什么要用吸尘机 吸尘机 为什么要用吸尘机 来 吸地上 方便咯 比较清洁 对不对 起火也是可以煮饭 但是为什么你要用电放高 是不是 就是科技带给你方便 现在21世纪了 煮饭就是这么的简单 让你省时间 省力气 所以何必做那个 无会的挣扎 你有了机器就像有了一个 嗯 在帮你 做那个 好像现在它帮我炒大饺 是不是像一个工人在那边 帮我炒炒 你请一个工人的话 要给一个 什么 十多千的那个 抵押金 工人又会跑 对不对 我的这个西班牙工人 不会跑的 好 好 所以 处理好了这个虾 之后呢 我们 差不多二三十分钟这样就好了 想不到 想不到吧 等一下我给你看 我们才用多短的时间 就把 虾面煮好了 今天的肉有一点少 不然的话 它会更好吃 然后还要多一个东西就是生光 什么光 知道吗 生光就是叫 叫什么 叫 我不知道叫什么 绑光 我叫绑光 OK 你吃那个绑光菜要用到的 然后 下壳已经处理了 差不多了 我们就去下一步 so呢 你看 剥好的虾 ok 剥好的虾 还有虾壳 然后黄面 ok ok你看 我们这里有已经剥好 皮的 虾壳和虾 so现在虾呢 我就留着要备用的 and then 这个虾壳我要送进 airfryer里面 给它烤箱它先 好 现在我就把 的虾壳 送进 烤箱 ok 我就用 temperature 180度 一个十分钟就好 ok 就给它去 烤到它的 香味出来 再来呢 我就把这个黄面洗干净 过水一下 等下再教你下一个步骤 然后呢 在我们的蒸 增架这里呢 我就把这个黄面放下来 然后蒸泡过的米粉 ok也放下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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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们煮汤的时候 就利用那个 汤的热 啊 来 来把这个面蒸熟 然后上面就是鸡蛋 ok 等下这里要放那个 这个蛋黄 就是这样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辣椒已经煮好了 来看看多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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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辣椒倒出来呢 就不用 不用倒到完了 这样的 因为等一下留一点 直接在汤里面 直接煮 哇 看到吗 我加米约就是这样子咯 ok 这个就是附近面的 的辣椒 ok 然后这个锅是不要洗的 我们要继续煮那个虾汤 等下 在烤着那个虾壳的时候 要煮那个虾汤 ok 然后这里呢 最上面一层我们放我们的 鸡蛋 干构 面和米粉 ok 然后等下这里呢 我们就放猪肉和鱼饼 然后呢 就准备一粒生光 ok 生光啊 这个 然后把它放进去 我们要bland它 跟虾壳一起bland 然后我们要过滤 以后我会cut的东西 放开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加那个烤好的虾壳 ok 你看虾壳已经烤好很像 ok 我们就加进去 哇 哇 哎呀 还有一只虾 一只虾 嘿嘿嘿 肉网之虾 ok ok 把下壳全部放进去 bland了 加水 熬它的汤出来 ok 然后 然后我们就加水咯 然后我们就加水咯 加水 到差不多 1000 980 1000 这样的哈 ok 1000 然后我们就加水咯 然后我们就加水咯 然后煮 然后等下要过滤 ok 加水咯 之后那个虾壳 和那个生光 ok 我现在就煮一个 20分钟 20分钟啊 and mix up ok 20分钟后 煮的这个糖 好了 现在呢 我就要来 过滤 哈 这时候就要 show我的神器了 就是这个 出发mix 但是没有后 现在 帮不到你 sorry so 你就要用 你自己的方法 来过滤了 好可惜 流了一点出来 看到吗 浓浓的汤 虾汤 然后另外一边 这里呢 就有 等下我会放瘦肉 还有这个 三层肉 鱼饼 还有刚才一直不小心 放下来的虾 等下虾也会放进去 一起煮熟 虾如果我不要放这里 也可以 我可以放上面 steam 给它熟也可以 嗯 嗯 好香 好香 ok 就过滤了 你看浓浓的 虾汤 ok ok ok过滤好了 过滤好这个炸 然后我的汤 下汤 再倒回去煮 ok这个时候 然后 就把汤倒回进去 汤倒回进去 哇哦 然后 然后 把鱼饼啊 ok 嗯 这些 肉啊 再加下去 虾 就等最后 因为它很快熟的 然后我们加 2个 teaspoon 的 盐 然后 50g的冰糖 50g的冰糖 还有50g的酱油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我的蒸锅加上去 所以上面有干公有鸡蛋 有米粉有面 ok 然后 然后再来煮一个半小时 ok 是这样咯 所以一下我们就有虾面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在等着我的虾面煮好了 我就可以坐下来 你看 我已经 做好 everything了 你看我的脸有黄黄吗 啊 做一个精明的 家庭主妇 所以你就可以煮得 呃 轻松 吃得健康 ok 用innochef煮叻 是可以吃得很少油的 然后 低温 所以呢 皮肤才会好 ok 所以等一下我就会说你们 呃 下面好了以后 会拍一下 哇 好香啊 下面 的 outcome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看电视机了 再等多一个 10分钟 我的下面就好了 已经好了 ok 就说大家了 ok 这些都好了 ok 所有东西准备就绪 刚才蒸好了以后呢 我再加肉片和刚才的虾再下去滚一个5到10分钟 所以现在就剩1分钟就要好了 登登 放好所有了 ok 然后 哇哦 哇哦 有肉片 ok 再来 就把汤倒下来 嗯 一样的 虾和肉片 嗯 ok 然后 把汤淋下去 哇哦 ok 然后加一汤匙 的辣椒 再加我们的 榨葱 哇 Wonderful 是不是很棒呢 ok so把汤倒下来好了哦 再加一个汤匙的辣椒 再加一个汤匙的辣椒 然后再加 再加榨葱 我们的大虫 你看几天了还这么脆脆的 哇哦 一流啊 ok就可以开吃了 嗯实在是太棒了 好吗 嗯 嗯 要吃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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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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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